中国古代史上最霸气的王朝 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坚决维护国家权益 不害怕也不畏惧他人的威胁 在这种时候 作为国民的我们 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 在古代的时候 也出过一个霸气的国家 这个国家因为敌军杀了他们50个人 便将对方的国家给灭 而这个国家便是唐朝 唐朝在所有人眼中 几乎可以称得上强盛的代表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之一 在一些优秀的君王的带领下 国家走上了盛世的道路 周边各国无不俯首称臣 还派出使臣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 在这种时候 有一个叫做天竺的国家 也派人来唐朝学习 学习结束之后 唐王朝为了表示自己的地 主之意便命令外交官王玄策 则负责保护他们安全回去 然而此时的天竺 却正值政治不稳定时期 而且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外交官刚刚到达天竺的时候 就被天竺的叛军扣住了 王玄策只是护送使者回去 身边只带了五十个随从 自然打不过对方 叛军也是害怕他们搬救兵的 就想把他们杀了 不过王玄策还是找到了机会 逃回了长安 并向皇帝报告此事 皇帝听完了之后 愤怒不已 自己好心派人护送他们 竟然遭遇这种事情 于是乎皇帝就想要教训下他们 此时王玄策上奏 请求皇帝派兵向天竺报仇 皇帝自然是同意的 因此唐朝和天竺的战争就此爆发 而王玄策则是整个战争的总指挥 虽然是远道而来 但是士兵们心中的愤怒 支撑着他们要发挥最好的水平 再加上两国之间的实力悬殊过大 王玄策进入天竺之后 利用优秀的战略战策很快便将 天竺叛军的各个势力一一剿灭 就这样 唐朝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将让天竺王朝头疼不已的叛乱解决了 令人诧意不已 由此 我们不能看出 只有国家强大了 国民才能够有骨气 才能霸气 即使在国外 也不畏惧自己的安危问题 因为他们知道 国家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们 就像汉武大帝曾经说过的 犯我中华者 虽软毕诸 参考资料 就唐叔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